Hello 大家好 我是戚风 那么这段课我们接着上课继续往上讲 那上课我们讲到这里就是说 把这个UI空间基本上做好了 然后这个空间的话 我讲的话没有那么讲的那么仔细 因为之前桑林老师我讲过这一块的 所以我们这块主要讲还是讲低读这一块 上课我们讲到这里 就是说这个点击动作按钮的时候 如果一空的话我们让他提示这个 就是当前输入有误对不对 地址无效 然后我们这里啊 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呀 要对这个当前的地理位置进行一个反编码 对不对 好 这里一个反编码的话 我们写一个方法 Code Code位置 Sgen Wanchen Adress Sgen 首先我们对 对我们定义的一个全局的一个记忆一个出手画 出手画之后我们对记忆然后 Code对它进行一个定义 我们这里传这个adress直接扔进来 币包 不是我们这里是个play month 这里是个error 好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要做个判断 币龙的话我们就往上操作 其实到了这里啊 大家知道 有时候我们这样输入一个出发点或者目的地的话 它可能有从名的地方是吧 从名的地方的话 这里的话可能就会有多个place mark的值 所以这里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要做处理的 实际的 操作中 这里需要筛选处理 筛选 但是我们在这个这里讲到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就不去处理它 你在实际操作中 你这样就是把这个所谓的项目都列出来 拿拿自己选择 进去定位到省市这样子 对不对 好拿了之后我们要做个pand 就是这样的如果当前的address这个值啊和我们的start 这把点text是相等的那说明当前 是出发地进行的一个编码 对不对 出发地的编码的话 那我们这里就要做一个存储吧 做个权利编乱存储 把这个编码存储下来是不是 存储肯定是一个什么 在location的 你看我这里已经定了两个变量 一个存储 一个出发点的位置清机全球变量存储 一个是目的地的位置清机做一个存储 分别是startlocation deluxelocation 他们分别是设计location的一个 一个类是不是 好 那我们这里做个存储就是 我们这里就是placemark placemark placemark 第0项是不是 我们把placemark 第0项刚才拿出去 这样子 是吧 这样 clplacemark等于placemarks 这11操作 我说过了肯定要是要做一个区分的对不对 然后这里就是prior.location对不对 就是我们在还是要强转一下 这里个习惯 好 存保存 好 编码 hold 绘织信息 好 这里编码成功了之后 我们要做个什么操作 怎么说location 对不对 location对象 这里编码成功之后 说明是我们这个这个位置信息 我们已经找到了 找到之后干嘛 放个大陆帧过去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什么呀 对不对 我设这个title 出发点 对不对 大陆帧放好了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要调用让地图滚过去 对不对 让地图动画加载过去 然后这里是 这是点coding的 这是点latitude 点coding的 对不对 这样子 好 其实到了这里的话 我们第一个定位就基本上是可以了 好 那我们到了这里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 看达不达到我们的要求 然后出发点我们写深圳 我们写上海 我们不管怎样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里 记住 我只写一个方法 我们这里没调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把这个方法调用一下 点coder 我们把这个start 点text 转进去 好 这就开启 其实点 编码 好 重新跑一下 一样的深圳 好 我们试一下 我们看地图滚过来了 但是还没还没加载过来 可能这网络比较卡 我们这里可以这样子 把这个 因为这个 这金就只我们 调小一点 我再重新看一下 在加载的时候出现困难 但是网络问题 这个 你看加载 我们可以看到地图滚动了 但是 就是 加载的比较慢 我们看不到地图 这个也是个问题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先把代码写完 等网络 等网络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再来 再来看吧 我们先把网络 推出去 好 这是个出发点 然后这里的话 到了这里的话 说明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出发点 编码已经成功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可以 这里可以调用 可以调用什么 可以调用我们的 对可以调用 corder 可以调用我们的 目的地点开始 开始进行另外的 对不对 Direct FindTax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开启 目的地 开启目的地 位置 电码 为什么要这么做 Cord with Strength 这是什么 什么意思 老车也叫self 老车也忘记 那个 我们这里 讲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这个 定位置编码 它是一个异步的 是不是 对不对 你只有保证 它一个做完之后 你另一个再去执行 对不对 如果两个执行的话 这里同时出质的话 两个执行的话 另外一个没做完的话 这会被中断 对不对 我们看哪里出问题了 没有问题 那我们还是把这个 改成0.5 然后地图大一些 相似的 好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一个 叫比较卡 好像加的地图也很满 像这个滚动太快的话 就地图不选择不了 我不想到现在能不能加的出来 那我们先这个滚动过去的这个方法 我们先补调用 我们先补调用这样 我们只取的这个值先 一会儿网络好了 是我们这边 好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打个断点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拿到了这个值 好 然后我们可以往下一看 其实这东西已经加进去了 目的就是深圳 没有错 到这里的话 我们开启一个反编码 开启这个地理位置 目的地的编码 那目的地呢 今天它肯定不会走这里吧 因为我们这里加死 加死了一个判断 是不是 是大的特色 我们用了这个 所以我们这里加个S判断 那么它进来的话 是应该就是什么 应该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的一个版编码 那目的地的版编码 是我们同样复制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 所以我们这次考过来就好了 同样我们加一个很特别的信息来 这个部分都一样了 我们这里叫目的地 对不对 点加个大路针 我保存好 编码后的信息一样 好到这里 这个等于说这个方法 我们就等于说做完了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开启 先放到这里 开启 好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就等于说 做好了一个方法 就是设置编码和反编码 对这个当前的地的信息 设置编码和反编码 那编码和反编码之后的 要做什么事情呢 当它走到这里的时候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的位置信息编码都已经成功了 我们这里做个标注 对不对 走到这里的时候 所有的位置信息编码已经结束了 位置信息编码结束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是 等于说我们就拿到了出发点和目的点 两个位置信息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做导航了 对不对 好 在拿到目的地做导航之前呢 我们先要定义一个全局的导航变量 这个导航变量就是 本来我们要 可能要定义一个全局导航变量的一个宿主 因为可能会返回多条导航信息 这里同样的我们只做一条 我们叫NameVPath吧 它是什么呀 它是继承的什么 MK PollionLine 这样一个变量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覆盖层里面 那个导航线路 专业导航的 这个导航线路 好 导航线路做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在这个地方去开启我们的一些导航 是不是 好 在这里开启导航之后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储存 储存一个变量 叫什么变量 我们出发点的一个 一个mark变量 出发点的mark 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拿到 到了这一步的话 我们只能拿到一个结束点的mark 所以我们这里要再储存一个变量 叫出乎十大 MARK 它是什么 把cl placemark变量 出发点的相关信息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statemark 在这里付个值 那我们这里可先讲到这里吧 先保存一下 以免时间太长 我现在就能拿到这里了